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当四家狗狗做出主人熟悉的动作才能分辨出 其实 如果有系统可以识别出狗狗的文物的话 就能快速地找到自己的狗狗了 因为即使是同一窝出生的狗狗 它的鼻纹也是不一样的 哈哈 以后我让陈石棍的手机用我的鼻纹解锁 那不必了吧 现在都是人脸识别了 没事的 那就用我的狗脸识别 对的 相比于你的鼻纹 帅气的脸才是独一无二的 真是会说话 好了 下面是小课堂的时间 大家一起去学习吧 小课铃声响起来 羊虫小妙招 你教我来学 大家好 我是一飞老白 这位是香蕉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 狗狗耳朵发炎 我们给它上药 它会很抗拒 甚至有些还会咬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那么这个问题主要是 狗狗身体比较敏感 平时就是很少有人去 触碰它的耳朵 这个原因引起的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有些主人拿着洗耳液 或者是地耳液 给它去跌的时候是冬天 那么这个地耳液比较冷 那具体的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是这样的 一个 如果是冬天 我们给它上药的时候 上地耳液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温泉里面 加加温 加加热 那么具体呢 还有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狗狗身体敏感 具体解决方法 还是进行透明训练 这个透明的话很简单 以后在家的时候呢 从这儿亲戚的摸下来 摸到耳朵的地方 按摸一下 按摸一下 然后轻轻捏一下 再拉过来 按摸一下 耳朵亲戚的捏一下 因为人的耳朵啊 你轻轻地捏 也是很舒服的 狗也是这样 让它感到一个舒服感 到一定时候 它会求你摸摸 这个让它感觉 舒服了以后 你给它上药 那先按摸一下 然后再给它上药 上好以后 再进行按摸 那么狗狗就不会 对你上药感到很抗拒 关键是透明 大家再看一下 从鼻子的地方 慢慢地拉 拉到耳根一秒半 你耳朵 你耳朵 亲戚的你 很轻的动作 很轻的 就是这个方法 来进行透明 如果狗狗 脱明以后 你给它上药 就没问题 今天就是老白 给大家讲的 狗狗耳朵发炎 给它上药 狗狗会很抗拒 问题的解决方法 谢谢 要是我的话 一定会 宣传的禅使官 就要擦药 这可不一定 刚刚白老师 不是说了吗 要禅使官 做脱明训练 希望各位禅使官 看了我们的节目 多使用一些 羊虫知识 模型人可是很句话的 好了 节目的最后 看看地表最强生物 水熊虫吧 说起地球上 比小强还小强的生物 水熊虫敢说自己是第二 没人敢称自己是第一 更有人说 水熊虫可以活到 太阳气毁灭的那一天 其实水熊虫 不是我们正常意义上的动物 而是缓步门动物的俗称 有记录的这类生物 有900多种 分布在世界各地 水熊虫最小的有50微米 最大的也只有1.4毫米 它们有一个神奇的技能 隐身 当它们启动这个技能的时候 星辰代谢变得极低 随之也获得了孙悟空的真传 脸就金刚不坏之身 真主煎炸炒 都不一定弄死它 人类在弄死它的道路上 一直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等于搜索FC人说某种栏目 关注我们互摸互动哦 大家 second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